我看他那天回来脸色就不是很对 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 也不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父亲 儿子倒是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不知是真是假 有什么话就说 有甚好吞吞吐吐的 锦衣男子目光微闪 他看了父亲一眼 这才到 我听人说前几天见大哥从青楼里出来 也许那人看错了也不一定 毕竟大哥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去青楼呢 纳兰家主也是证了一下 青楼 怎么可能 莫臣他是不可能会去逛青楼的 就算是去青楼 估计也是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撇开我们纳兰家族不说 就光凭他是天机老人徒弟之身份 就有不少人想将女儿嫁到我们家了 是 所以后来我就让人去查看 听说是让人送过去的 当时 当时大哥是 罪得不显人事了 一想到他大哥 有可能是被人灌罪了再送去青楼 他就对那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大哥那个不沾人间烟火的折仙 竟也有中了别人招的一天 真真是不可思议 纳兰家主听了 愣了半声 竟本能地带着几分八卦与惊奇的询问 这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 竟能将他给灌罪了 还送去青楼 那 那他没被 他一手握拳 轻咳了一声 后面的话 没再说 纳兰子彦 灿然一笑 听说 只是被上下骑手了一番 因为你人特意交代 而在中途大哥就醒了 纳兰家主唇脚忍不住露出一抹笑意 他努力地唬着一张脸 没事就好 还以为他这两天出什么事了 原来就是因为这事 行了 交代下去 让人别去打扰他 让他自己亲近亲近也好 好 纳兰子彦笑了笑 行了一礼后 便退下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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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